大家好,我是保羅先生 來自台北,是一個插畫家 好,開始了 我從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畫圖 不然兩三年前就想說 那我要不要來每天畫一張圖來練習 平時我大部分都是在家裡畫畫圖 那假日的話,其實我會很喜歡去咖啡廳畫圖 我現實的工作其實就是一般的上班主 然後做做企劃這樣子 有時候做的事情其實真的蠻多 會真的會有一點過敏,這樣子 其實我個人畫圖的靈感都是來自生活 然後比較有趣的一篇是草菅民生 那一篇的話,其實是因為前陣子我身體不舒服 然後我去做的那個靶罐 看到我的背就是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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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我想說,如果是草菅民生去做這個靶罐 會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有一些靈感的部分是來自字面上 就是比如說看開一點 或是耳朵懷孕的 就是所謂聽到一首歌,好好聽 靠臉吃飯真的也是字面上的意思 有一些部分的創作的來源也會用台灣特有的用語 比如說像正妹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眼睛吃冰淇淋 比如說一個男生他到海灘看到很漂亮的美女 就是很仰眼的意思 我是很喜歡觀察那個就是最近在流行什麼 像之前不是很流行那個空氣流海嗎 就是流流海要酥酥的 那時候韓國吧,流行帶那個高領毛衣 然後我就畫了三種階段的高領毛衣 我真的是一個很愛吃的人 而且台灣美食很多嘛 那時候也會分享一些就是自己對飲食的習慣 戴面具的話,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大家認出來 其實我覺得插畫家私底下的自由跟隱私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可以觀察人群都是可以比較自由一點去 所以這個面具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戴面具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它是有一個東西 在這裏面的角色裡